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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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 不仅为就被神的仆人感到揪心 我们也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明明充满了信心 期待看见神的大作为 没想到结果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糟 我们的信心也就动摇了 对神开始怀疑或失望 但这是神要我们有的信心吗 错误的信心让我们以为是 只要神照着我的想法去做就对了 然而真正的信心不是这样 不是要上帝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应允 乃是要求神让我们对他的计划完全信靠 甚至是一种急或不然的信心 还记得在戴影礼书 戴影里的三个朋友 在面对外邦的王要他们向金像下拜时 他们知道违抗王的命令会被扔进火坑 但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们 急或不然 也就是即使他们真的会被扔进火坑 他们也绝不做得罪神的事情 急或不然的祷告才是真正相信神 因为或许神要透过苦难来试炼他的仆人 或许神的时间就在下一刻 或许神任凭这件事发生 或不允许这件事发生 都是有他更美好的志意 摩西的心情在这一刻很煎熬 但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因为一次的挫败 就对神失去了信心 我们往下读经文就会知道 上帝将要在埃及一心 从来没有见过 后来也很难超越的大灾难 就是失灾 在神的鼓励下 摩西也将继续为神工作 见证他的大能 奇迹就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当我们看见你的仆人摩西 也曾说出这样沮丧的话 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牧者的心肠 但你也让我们看见 你一直都在掌权 所以我们要学习 急或不然的信心来信靠你 相信苦难背后仍有你的美意 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便宜 以后